据说有个外卖员遭到散弹枪的攻击 他用手上的披萨成功挡住了子弹 这种情况真的可能发生吗 为了验证留言的真实性 亚当购买了标准的外卖保温箱和三个普通披萨 再次将它们摆放在假人胸前 首先吉米选择了打鸟专用的小号子弹 在距离十英尺的地方扣动了扳机 结果只有一小半的钢珠穿过了保温箱 这虽然会让人痛不欲生 但并不致命 那如果使用标准散弹呢 它的威力相比打鸟散弹要大得多 这一次钢珠几乎全都贯穿了保温箱 最后两人使出了终极手段 他们要验证到底多少盒披萨 才能抵挡住标准散弹枪 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 他们将15个披萨装进5个保温箱 并依次叠放在假人胸前 再次开枪 15个披萨究竟能不能抵挡住 前4个保温箱均被子弹穿透 拆开第5个保温箱 结果显示子弹在第14个披萨潜艇中 所以披萨是真的能挡子弹 但谁又会抱着15个披萨走了